中國昨天新增了三十二例的確診病例 境外輸入是有九例 本土個案有二十三例 而其中河北省是二十例 而且有十九例是來自於石家莊市 疑似疫情有爆發的趨勢 所以石家莊也啟動了全員檢測 除此之外 客運總站還有許多航班都取消 境內還有多條高速公路也禁止進入 中國衛健委的主任馬曉偉 還親自前往河北 所以更坦言說疫情嚴峻 疑似疫情有爆發趨勢 中國石家莊啟動全員檢測 依照社區裡的住戶在低溫寒風中排隊 進行核酸檢測 而且只進不出 直到採樣結果確認陰性才能放行 之所以這麼嚴格 是因為在五號河北新增本土 兵力多達了二十例 全省立即進入 暫時狀態 客運總站停運 河北省境內多條高速公路 禁止進入 中國國家衛健委主任 馬曉偉還親自前往河北 他坦言疫情形勢嚴峻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劍則 懷疑病毒來自歐洲 跟其他地方我們正在流正在 傳播的病毒是不一樣的 它仍然是一個境外輸入病毒 它很可能仍然是從歐洲輸入病毒 石家莊正在發生的這個病毒的傳播呢 和邢台南宮市它傳播的病毒是高度通源的 河北疫情進入緊急狀態 讓緊鄰的北京提升警戒 延防風險 河北省石家莊市 邢台市等周邊地區 也出現了疫情 為我市疫情防控 再次敲響了警鐘 請2020年12月10日以來 有石家莊市 邢台市 旅居室的人員 主動向社區及單位報告 擔憂病毒潛伏期長 北京 深圳 大連 浙江等省市 採行十四加七的嚴格管理措施 大連沙河口區小診所關閉 托兒所 還有中小學也是全都封閉 官方還要求中高風險地區人員 不能夠離開大連 低風險地區人員 若需要離開 必須出示三天內核酸檢測 隱形證明 就擔心疫情捲土重來 中國首款新冠疫苗上市 九大重點人群積極接種 在四川成都的一間衛生中心裡 出現了排隊人潮 不同於中國人民有信心 中國疫苗專家陶黎娜抱持高度懷疑 在社群網站貼出這一款疫苗說明書 提到接種後可能會出現高血壓 視力減退等副作用 多達了七十三種 還認為它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 引發了廣大迴響被大量轉發 不過原文已經被刪除 記者國產鑫陳柏玉整理報導 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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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